这是吉姆里维斯要你狗命系列的最终章 也是四部曲中最精彩的一部 自前三部各式各样的《华氏杀人法》过后 约翰又带着新一轮的手段刷新记录 其中龙吸弹的攻击效果简直炸裂 并且有了叶师傅的加盟 更是让本片的枪战 和近身格斗再次更上一层楼 一代武学宗是叶师傅对上杀神约翰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 剧情紧接第三季的结尾 被莫菲斯救下的约翰 在地下室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训练 为的就是能够尽快对高桌展开复仇 很快 莫菲斯带着一套崭新的防弹西装出现 他要为即将复仇的约翰剑行 伴随着烈火熊熊燃起 约翰复仇的第一人 就是上一步里让他敢断手指的大长老 他想要拿回妻子留给他的那枚婚戒 然而对方却告诉他戒指早已被销毁 一气之下约翰也当场将他销毁 长老的死让高桌极为愤怒 新上任的侯爵约见了曾帮过约翰的温斯顿 他先是嚣张地解除了温斯顿所有职务 接着当着他的面炸毁了大陆酒店 随后更是掏出枪 当场干掉了酒店前台老白 温斯顿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 而为了果固自己的地位 侯爵特意让手下找来早已退休的叶师傅 可当他得知要刺杀的人竟然是约翰后 果断选择了拒绝 只因他和约翰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卑鄙的侯爵却早已留了后手 竟然用他的女儿作为威胁 叶师傅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女儿他只能下跪接受任务 随后叶师傅就带着高桌精英来到大阪的大陆酒店 因为根据情报 约翰就躲藏在这家酒店里 酒店馆里浩尔是他过命的兄弟 浩尔让女儿护送约翰离开 自己则去拖延敌人 他立即安排手下做好营战准备 来到酒店大堂的浩尔见到了叶师傅 看到好友前来他很是惊讶 两人先是寒暄了几句 原以为好友会站在自己这边 没想到他竟然是来劝项的 浩尔见状也不废话 伴随遥控器的关闭 所有灯光顿石熄灭 原本前藏在各个角落的守卫集体出现 眼看大战一处几发 叶师傅处于昔日勤奋劝他不要做傻事 但浩尔为宝兄弟早已下定决心 说完他再也没有一丝怜悯 转身直接离开 领头的胡子见状 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但随浩尔的一声令下 束发弓箭快速射出 随即一场大战正式开始 但这些酒店的普通守卫 拿着冷兵器对战装备精良的精灵 装备上的差距让他们根本伤不到对方 反观酒店守卫已经死伤惨重 只剩下浩尔一人 随着支援感到他还想继续抵抗 可下一秒 一群装备最新装甲的黑武士出现 浩尔意识到他们的武器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果断选择撤退 在逃跑过程中 由于酒店守卫接连不断的支援 让黑武士们遭到了顽强抵抗 眼看好二几人即将安全撤退 胡子只能带着精英亲自上场 但守卫的防御实在太密集 他们根本不敢前进 然而就当其他人还在战场上拼命厮杀时 叶师傅却躲在角落里贪婪地吃着拉面 叶师傅根本不想搭理他 先是有条不紊地把鞋带系好 又摆个造型回味一下拉面的味道 看着这伙默默唧唧的样子 胡子甚至想用目光杀了他 不过下一秒他就主动现身 快速开枪下注对手后 利用声音躲避攻击 接着扑扶前进躲到一处角落 静等对方拉空上前的声音 立刻出手反击 打斗中他用拐杖判断距离 又用手枪击杀手段 很快这两个小儿子就被他击败 不过他并没有下杀手 只是狠揍了对方一顿打晕过去 眼看又有守卫感到 他急忙摸墙来到一处角落 然后快速拿出感应器不知陷阱 接着一个翻滚来到另一侧 再计算好间距后 将其与感应器一一装好 随着最后一枚的安装 他也已经选好一处掩体等待猎物上门 此时几名小儿子也来到了他的地坛 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 可还是处罚了早已不治好的陷阱 双方再次陷入近身搏斗 可这几个小儿子根本不是一代宗师的对手 夜师扶手持拐杖很快就把他们击败 期间更是使出了永春拳法 吃满伤害的男人还想偷袭 直接被一招魂马枪干掉 确定无人反抗后夜师父摸索着离开 另一边的约翰也遭到了黑武士的围剿 他时分清楚这些黑假兵的难缠 所以他只打脖子和头部 名字纵身一跃跳到敌人身上 拉崩射箭一击秒杀 轻松就解决掉几名杀手 很快在两人的联手下 这群黑假兵就被全部消灭 接着几人出发去营救浩尔 他们一路从天台杀到二楼 名字利用矫健的伸手以一敌二 成功击毙人后 他拔出匕首合撞和展开缠斗 通过其他冲物完成了反杀 可就当他准备去帮助约翰时 又来了一群黑假兵 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 好在浩尔及时赶了过来 拔出自己的武士刀 迅速将所有人砍翻在地 浩尔让约翰赶紧离开这里 继续完成他的复仇 可是刚走到楼下的约翰 又遭遇了一群黑假兵的拦截 约翰边打边退枪枪直打颈部以上 快速完成换弹 连番射击下只剩下两人 约翰将一人打退 大中令一人腿部的同时快速上前 一个夺命剪刀脚 掰开头盔成功将其击杀 然后一刀一枪干掉了最后一人 转身捡起地上的突击步枪 又再次开始捕枪 突然一个镖形大汉出现 快速卸下了他的武器 两人开始贴身落脖 却不慎被对方抓住一把扔了出去 从地上拔起来的约翰看到了双解棍 约翰顺势拿起 突然一首歌曲在他脑中响起 扔出双截棍直击敌人灭门 然后对着壮汉的脑袋就是三连击 另一名敌人刚刚站起身 结果却被威克直接打中命运 按住他的头 用双截棍疯狂抽击 壮汉还想帮忙 被约翰一棍子撂倒在地 很快两人就被打得再也站不起身来 去下壮汉身上的弹架 随后又把周围的人补了一遍 可接连不断的大战早已让约翰精疲力尽 就在他干掉最后一个杀手后 就连战者的力气也被耗尽 他跪在地上大口喘的足起 可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接下来将是一代宗师和杀神的正式较量